来到台北松山区除了可以到五分埔去消贫之外 还可以骑U败好好来逛逛陈美河滨公园哦 在这里有许多爱情主题装置艺术 也相当适合情侣们一起同游 而另外在陈美河滨公园还有一座彩虹桥 夜幕低垂后点上灯光 照亮湖面和夜空相当的美丽 更是夜晚吹风散心的好地方 清风徐徐吹来阳光普照大地 来到了松山可不是只有 shopping采购的好康哦 你也可以选择搭小黄 不是计程车 是我现在所骑的这台小黄 台北市最潮的小黄 独一无二的U-bike 骑着这匹铁马爱去哪就去哪 而且轻松环保节能减碳 省钱还可以运动兼减肥啊 U-bike 吵啊来 呼呼 午后围风徐徐都吹在基隆河上 河畔两旁的绿地增添了绿松山乐火 阳光的新面貌 每到假日呢 总是可以看到许多的小情侣相互依偎 坐在情人椅上啊 看着美美的夕阳 甚至在装置艺术爱情所上 乐上和安娜达的战属约定 让GG我看的是机械木要嫉妒啊 不说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 现在美美的基隆河啊 早期因为上游降雨量丰富 但下游弯道过于曲折 在好雨的时候呢 难免会有淹水的状况 不过在历经了两次结弯 取值的重大工程后 现在两旁留下的绿地 就成了松山区的一大观光修器特色哦 搭配着连接内湖新明路 与松山饶河街的彩虹桥 哇哦 这可让这里的河滨公园 成为了民众骑脚搭车 还有拍照的热点 甚至呢 入夜后彩虹桥灯影的投射 也为台北的夜景啊 增添了不少的美丽呢 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 捕捉台北夜景的好题材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